当地时间的15号晚上 法国巴黎的地标建筑巴黎圣母院突发大火 已经造成有着将近800年历史的建型塔尖被烧塌 虽然消防部门已经全力介入 但是呢这座历史古迹仍然可能会遭受较大的破坏 来看一下记者从现场发挥的报道 巴黎圣母院发言人表示 大火大概是在当晚18点50分 从建筑的顶部结构燃起的 现场不仅有着猛烈的明火 还能看到深入空中的滚滚浓烟 火灾发生以后圣母院周边 尤其是圣母院所在的西带岛上的交通 几乎完全中断 警方也封锁了通往圣母院的各条街道 我现在是在位于巴黎圣母院侧面的一条小巷里 那么现在距离起火呢 已经有一个多小时时间了 大家可以从我身后可以看到 仍然有非常猛烈的火势 那么现在呢也聚集了非常多的民众 来关注火势的发展 那么相信一些比较熟悉巴黎圣母院的观众 已经注意到了 那么竹塔塔尖呢已经是塌陷了 目前看呢火势并没有控制住 并且有进一步蔓延的趋势 巴黎警察局表示 起火原因很有可能 与圣母院正在进行的修缮工程有关 但具体原因将由巴黎检察院进行调查 虽然消防部门已经及时介入 但由于为了不给圣母院主体和周边建筑 造成更大的损坏 灭火飞机等重型设备 并不能派上用场 现在距离起火呢已经有两个多小时间了 但是我们在现场看到呢 现在火势还没有被完全的控制住 那么根据巴黎消防部门的消息呢 现在已经有400名消防员和6架云梯 是参与到了全力的救火作业当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现场还不断有增援的消防力量赶来 截至记者发稿时 消防部门的负责人仍表示 还很难确认能够在事发当晚 完全控制住火势 巴黎省目院可能会因此 遭受到较大的损坏 这座实践于1163年 并于1991年 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历史古迹 也牵动着在场所有人的心 即便夜幕降临 仍有成百上千的民众不愿离去 我们和我的朋友来看看 看来一头看来看看 是在一种厚举的 是一种厚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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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法兰之的 在外面的 比较介绍 可以了一种厚举的 所以真正报仍 这种厚举的 人们已经做了 他们的人没有 几十年的年 HOLY 在建设处 如果好有很少的 就是这种厚举的 就是厚举的 你需要想念 想念 和希望 而作为巴黎的地标 巴黎圣母院也是游客的青睐之地 据统计 圣母院每年接待世界各地游客的数量 能够达到1300万人次 因此现场也不乏外国游客 对燃烧中的巴黎圣母院 投取关切的目光